在4月份中 男团INT-01通过创造营2021正式出道 刘宇、赞多、丽丸、米卡、高清晨、林墨、博远、张嘉元、尹浩宇、周科宇、刘章等11人 都收获了超高的人气 可以说INT-01的11人比青米3成员幸运得多 毕竟青米3如今争议太多 能否成团还两说 言归正传 INT-01可以说是已经解散的火箭少女 男团21SE 应堂少女303的师弟团 与前面三大团体一样成团后 第一件事便是宿舍分配 如今INT-01宿舍分配完毕 但是却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5月10日 INT-01宿舍分配Vog在网络曝光 从中可见刘雨等11人来到新房子 上面还写着欢迎INT-01回家 并且房间也摆满了美食 随后 刘雨等11人按照顺序 坐在沙发上边吃美食边聊天 多位成员称拿到手机的第一件事 便是和妈妈打电话 之后则讨论起宿舍分配的情况 米卡表示想和丽丸一起住 因为她经常教自己跳舞 在新房间里刘雨调侃自己是保洁担当 聊着聊着便聊到了 设计INT-01的手势 每个人都有提出建议 最终确定了一个旋转后 百出一的手势 被称为摇花手 相信最后官方会进行公布 在新房子里成员 最关心的当属宿舍分配 去西宿舍分为A洞和B洞 最终刘雨和周科宇同住双人间 赞多 丽丸 高清晨 AK刘章分在A洞 米卡 林默 博远 张家元 尹浩宇分在B洞 随后几人一块去看房价 刘雨周科宇的房间 有一个大浴室浴缸 刘雨高兴到表示太幸运 随后 刘雨等11人参观了 每位成员的房间 从截图中可见每间房 都非常阴暗似是采光不好 非常像地下室 同时环境布局也非常老实 高清晨更是直言太土了 从网友的评论中可见这一点 遭到众多粉丝对瓦唧唧唧的吐槽 称爱NTO1成员的卧室 像是阴间环境 尤其是博远那间房里的摇椅 略有恐怖感 对于此也难怪网友及粉丝的吐槽 当然 也或许是夜晚以及灯光的缘故 总而言之每位成员的房间 看上去都不太好 此外 之前火箭少女及应堂少女 在成团后 也曾分配宿舍 并且有成员晒出宿舍环境 如今与爱NTO1相比简直是好处太多 对此还有网友调侃哇唧唧哇 对男团女团就是穷养儿 富养女的政策等 11人的宿舍都被简单地安排 刘雨和周科宇驻双人间 其余的9人都是单人间 宿舍分为AB洞 距离很近 AB洞宿舍都有外籍成员和中国籍成员 所以在交流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从宿舍的配置上 真的被粉丝们各种吐槽 除了刘雨周科宇驻双人间外 其余的9人都是单间 既然有两栋宿舍 直接安排11个单间 不少更完美吗 INTO1的宿舍看起来比较简单 不知道是因为灯光还是其他原因 让人看起来感觉像是鬼屋 如果在这样的房间内录制团宗 效果会好吗 不由得让人想到 穷养儿这句话 和师兄师姐的宿舍相比 有很大的差距 前三季出道团 宿舍都是租的大别墅 火箭少女101 这月租8.5万的大别墅 看起来就是各种贵气 不过火箭少女101在这里 也只住了一年的时间 其后成员就各自找地方住 大师姐的待遇真不错 R1SE此前的宿舍 也引发了大众的关注 主体的设计都比较简单 但是该有的功能是一个不差 宿舍分配方面 除了周震南一个人住单间外 其余的都是双人间 别墅内还有电梯 可见条件也不差 定唐少女303的宿舍没有官图 以上的图都是从Vlog中节选出来的 从小区的绿植 以及别墅内部的装修来看 应该不会太差 INTO1是国际化男团 但这宿舍一点都不国际化 宿舍分配Vlog出来后 不少粉丝就嚷嚷着维权 而哇唧唧哇倒闭了的声音也出来了 这是每年的固定操作 相信大家也见怪不怪了 成团半个月的INTO1 成员之间还在互相磨合 他们现在被安排了一些资源 后面的曝光也会越来越多 期待他们在舞台首秀 希望他们在限定期内 能够有很多亮眼的舞台 成为真正的国际化男团 必须说 哇唧唧哇的选房品位 真的是直线下降啊 另外还有一句话 作为一个全新的男团 是一个人现在最需要培养的 就是感情 所以单人间和两栋这样的设定 个人感觉并不十分合理 而且外国成员都是一人一间 这对他们学习中文 也没有什么好的促进作用 一周的时间不到 青春有你三从最初的暂停录制 变成终止录制 总决赛也被取消 之前盛传的NINEVR 也被证实为不实消息 青三没有出道团 这一届的选秀选了个季末 总决赛前暂停录制 这一事件肯定会被载入内选秀时 走到第四年的偶清戏选秀 没想到到了最后成了一地鸡毛 也是让人唏嘘不已 青三终止录制 肯定会给金主们带来相应的损失 受此事件的影响 偶清戏选秀很有可能会就此终结 THE9极有可能是偶清戏 最后一个限定组合 而他们距离解散 也仅剩下半年多的时间 和青三同期开播的创造营2021 节目开播期间是各种神仙打架 占据时间优势和赛制优势的创造营2021 其出道团INTO1已经成团半个月的时间 虽然目前暂时没有太多的营业机会 但好歹安全落地 相关的资源也会陆续安排上 后面的曝光机会一大把 而青三的总决赛无法举行 INTO1将成为2021年团战类选秀的独苗 没有了青三出道团的对比 INTO1在内语的关注度会更高 INTO1的目标是成为国际男团 六位外籍成员也确实创造了历史 而到哪事件事件 对各大选秀节目都有一定的影响 创造营2022早就开始面试 但下一季能否顺利举办 目前还存在诸多的未知 R1SE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会解散 而INTO1到时候会成为 内于唯一一个限定男团 要创造历史也不是什么难事 疫情已经逐步被控制 在INTO1的限定期内 他们肯定有机会合体 到国外进行相应的表演 INTO1的目标之一 就是实现不同文化的交融 从这一点上就比其他 限定组合的利益更加高远 创造营2021热播期间 米卡、利路修、赞多等外籍学员 在外网也有一定的人气 这也是INTO1走出去的基础 这也契合了讹厂的发展战略 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国际化男团也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这条路不会那么轻松 而INTO1要想走得更远 除了需要超强的业务能力外 学习好中文也是很重要的 INTO1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男团 目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要成为限定团中被看到的组合 他们先要有出圈的作品 还要有持续的曝光和舞台 而目前这一切都是零 以produce 101为母版 创系和偶青系选秀 都只是将选秀模式直接搬过来 创造101和偶像练习生的大火 都是有一定的偶然性 四年的团战类选秀 并未建立相应的练习生培养机制 没有稳定且高质量的练习生参赛 选秀节目自然也是一介不如一介 选秀是一个轮回 团战类选秀过后 solo类选秀可能又会 以其他的方式活起来 只是不知道要等多久 into1元计划于2021年5月11日 录制湖南卫视周波综艺快乐大本营 5月12日 录制浙江卫视纪波综艺奔跑吧 一个是棚内综艺的王者 一个是快综艺的王者 说明into1的资源太好了 毕竟是2021年出道的第一个男团 但是随着青春有你三被处罚 快乐大本营和奔跑吧都放弃了 into1 不过5月9日又有消息传来 黄牛在卖5月10日和5月11日 快乐大本营的门票 into1如期录制 而且还有时代少年团的成员